你方便看就可以 今天沒有帶的也沒差 你就手機拿起來打 打土地藤本或建物藤本都可以 然後在Google上面看照片都可以 因為藤本它的格式是固定的 它的格式是固定的 所以為什麼會請你們看 是因為你看著你的藤本 你就知道你以後登出來長什麼樣子 你就是要把這上面的東西登上去而已 其實就這麼簡單 它並沒有什麼很複雜很高深的學問 只是說它每一個格子有它存在的意義跟價值 它怎麼去解釋它 其實就這樣子而已 那我不管你拿的是幾類藤本 或者是土地還是建物的 基本上你從第一行開始看 第一行開始看它就告訴你 你要嘛就是建物登記的第一類藤本 或者是土地登記的第一類藤本 一二三類都可以 同學應該我上次已經花時間跟你們解釋過了 一二三類的差異對吧 在座同學你們有掉藤本的好了 有有掉一類的就是什麼 那就自己加的嘛 對吧 理論上應該這裡不會有人掉到三類啦 有嗎 除非你網路上搜尋的 理論上在座的各位應該不太會有人有所謂的三類藤本 一般來說很少見 一般來說很少見 除非你是專門特別為了某件事情去處理 為什麼 因為我上次有跟大家講過 三類藤本必須要是什麼 必須要是法律上存在的利害關係人 對吧 好不好 所以原本上你們哪一二類都一樣 三類也一樣 它的格式是固定的 OK嗎 那第二行就是什麼 對不起 建物第一類藤本 或什麼什麼第一類藤本 沒關係 後面就有一個括號對不對 後面有一個括號 那後面的括號寫什麼呢 像各位同學有可能會寫的是 所有權個人全部 鍵號全部 或什麼什麼什麼全部 等等等的 如果有些東西是沒寫的 有些東西應該是沒有對不對 上面可能是沒有 沒關係 那個是在講什麼 各位要知道一件事情 藤本上面的資訊非常的多 這樣一頁齁 這樣一頁就20塊 一張 一張20塊 這樣就20塊 好 啊 兩頁就40 你幾頁就是乘上20 聽得懂嗎 所以齁 有時候我們 比較熟悉 資訊放在哪裡的人 比如說我今天我調這一件 我只是想要知道所有權人是誰 對吧 比如說啦 那請問一下 他有沒有貸款跟我有關係嗎 沒關係 因為我只想看有沒有所有權人 對不對 所以我就可以不用看什麼 不用看他項權利嘛 對不對 所以同學你們現在看到那個什麼 第幾類藤本後面 那個東西齁 其實就是你以後在 啊 掉成本的時候 你可以去選擇 你要掉多少的資訊出來 OK嗎 齁 你要掉多少的資訊出來 啊 理由是什麼 理由就是省錢啊 懂嗎 但是如果這個錢是業者要出 不是業者要出 如果這個錢是那個 那個客戶要出 那你就選全部 然後一次全部把它印出來 聽得懂嗎 反正他出嘛 OK嗎 可是大部分情況下 你很大部分啊 有一些代書是不會再跟客戶再去說 啊我要多收什麼營印費用什麼的 大部分不會啊 因為說實在的話 等你一般的案件裡面 如果不是繼承的話 你買賣件掉成本 你了不起 就大概四五頁吧 了不起啦 OK嗎 啊你說啊 那個那拍誰啊 那個那個大哥 我我你這一件齁 我我請了一百塊的成本 那可能要再額外收個費 你自己也不好意思講這個話 聽得懂嗎 大部分是不會這樣做啦齁 就包在服務費裡面 可是如果是像我們做估價的 同學我那顧下看護標的 我最近做一筆 做做台鐵的案子 就隔壁 台鐵在那個台鐵 在那個北車樓上 我說台鐵的案子 他光 帝號的比數 有1034筆 OK嗎 1034筆 高雄 還分在不同區域齁 高雄 光高雄 就有將近700多筆 同學 那個一張20塊 你想清楚啊 我們一般買賣過物不至於 可是你說老師 那代數會不會一次掉很多成本 會 什麼時候 繼承比較容易 繼承很容易就超過 所以 就很單純的就是 如果你對你要知道的資訊 你知道它放在哪裡 那你就可以選擇 你要掉出來的東西 省一點錢就這樣子而已 那這個後面那個誇號 意思是這樣而已 它不是什麼很重要的東西 好 那再來第二行齁 我唸我手上的啦 你們就自己換成你們了 我手上的是寫 永和區 中正段 三四五地號 你們應該就是什麼什麼區 什麼什麼段 你如果是台北市的 應該就是什麼什麼段 什麼什麼小段 或什麼什麼段 一小段 二小段 三小段 對吧 然後後面就是XXX地號 那XXX地號 你會發現它就是四碼四碼 前面四個後面四個 OK嗎 那前面的叫做母號 後面的叫做子號 我不知道你們調出來的騰本 可能是寫比如說三四零之一 或者是七五八之九 懂嗎 都有可能 我們在上那個最後面有一個章節 叫做地級測量實施規則的時候 會告訴你那個號碼怎麼編的 OK嗎 那個是會考的 它就會考你說請問地號怎麼編 比如說分割地號要怎麼編 合併地號要怎麼編 這個東西後面會交 不用緊張 這地號有一定的規則 OK齁 所以你們看到的就是哪一個區 哪一個段別 那因為台北市有一小段 二小段三小段四小段 OK嗎 台北市這個都還好 因為台北市是有重測過的 你除了台北市 比如說你在桃園 桃園市區裡面就有一個 蒲子段蒲子小段 蒲子段長安小段 比如說像這種 你只要看到有那個小段小段小段 就表示什麼 表示這個地方還沒有經過重測 表示這個地方還沒有經過重測 OK嗎 這個東西沒重測會怎麼樣 沒重測就表示你的面積錯的機率比對的機率高 OK 好不好齁 那台北市 他們因為前面重測過了齁 台北市從民國89年一路測到92年 原則上 全面都重測完成了 所以這個部分呢 它的特殊性就是 前面是母號 後面是子號 啊我後面會叫你怎麼編 後面會叫你怎麼編 就這樣就行了 再來左上角有個列印時間 對吧 就第一 我們就一行一行練下來 左上角會有個列印時間 對吧 你什麼時候請的 OK嗎 這沒什麼好說的 你網路上請 它就是你網路上請的時間 你零貴請 它就是零貴請的時間 OK嗎 啊這樣的好處是什麼 好處是 依這個時間為準 什麼叫依這個時間為準 同學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有時候你去掉成本 你今天掉跟明天掉會長不一樣 比如說有沒有更正 對不對 比如說你今天 我在跟人家訴訟的過程當中 我當然是掉起訴日那一天的 對吧 我當然是掉起訴日那一天的 OK嗎 啊我們 估價也常常會遇到這個問題 因為估價 它可以去幹嘛 可以去看 過去的日期 現在的日期 未來的日期 我們都可以去估嘛 這都可以去估 可是你估哪一天的 就以那一天的為準 我舉個例子早了 比如說我這個是 111年11月23號請的 OK嗎 這裡面它就告訴你說 它房子有在 房子在幾樓 然後坪數多少 然後這個 這個城市面積多少 陽台有多少坪 平陽公尺 寫清楚對不對 好 那問題來了 假設我就是估這一天的 所以我掉這一天的藤本 對不對 好 那假設估完 藤本掉完 數字也估出來之後 在11月23號以後 比如說12月1號那一天 火燒屋全部燒掉了 OK嗎 好那請問怎麼辦 沒關係 我們是依藤本 當時申請的日期 那一天的狀態為準 所以它的目的只有很簡單 就是告訴你 你練習哪一天 那一天的狀態就依這個 OK嗎 好這就是公式性的效果 OK嗎 好你那一天掉 那一天有公式性 就這樣OK嗎 好不好 阿那之後勒 之後如果你要確保 像我們有時候都更 牽扯的時間比較長 有時候可能我 我公廳會前要掉一次阿 阿最後審查可能要再 公廳會前要再掉一次阿 OK嗎 阿那個原因是什麼 原因不是因為說 阿老師才過幾個月 阿會有差喔 通常不會有差阿 但是如果萬一有差 要以新的為準阿 懂嗎 就這樣子而已 好 好再來齁 下面應該第一行是那個 中和地震事務所主任 某某某名字對不對 OK嗎 你們權狀商就蓋他的章 你們權狀商不是會有個 主任的章嗎 那個章就是他的章 OK嗎 好不好 再來往下 呃 藤本的字號 不重要 列印人員不資料 不重要齁 資料管轄機關 藤本核發機關 同學這兩個還蠻重要的 為什麼會蠻重要的呢 之後我會帶你們寫登記申請書 也就是說你們去申請登記的是那張紙 OK嗎 我會帶你們去看那張紙 然後那張紙怎麼填 那張紙的第一格跟第二格齁 一個就是去填 資料管轄機關 一個就是 什麼 就是你送件的單位 那原因是什麼 同學我們現在原則上都可以跨區申請 對不對 比如說我想要請永和的成本 我不一定 我不一定要去中和地所 不一定啊 對不對 我可以去板橋地所請 一樣請的出來 因為都連線了嘛 對不對 好 可是這差別是什麼呢 很簡單 資料管轄機關就是什麼 就是這個藤本歸誰管 資料歸誰管 那換句話說 如果萬一 要登記的單位 或登記的標的物在中和 可是你在板橋送件可不可以 可以沒有問題 可是 要改的時候誰改 中和要改 聽得懂嗎 啊出事情 誰要負責 啊 沒有出事情是省的人負責 省是在板橋省 懂嗎 他不會幫你寄過去 買賣件是不會寄過去的 可是如果是繼承就會 好注意喔 繼承沒有開放跨所申請 好 比如說今天我要辦的是 台中的繼承 對不起 你不能說在台北辦 新北辦不行 他會幫你寄去台中 好他會幫你寄去台中 那誰審 台中審 那誰改 台中改 那誰負責 台中負責 OK嗎 所以這個資料審核單位其實 資料管轄單位其實就是告訴你 那個資料 其實土地的所在地在哪裡 好意思就是這個 好 那藤本核發機關就是你去哪裡申請 懂嗎 好啊我們之後會講一個送件單位 送件單位就是你去哪裡送件 就這樣子而已 OK齁 所以第一行以上 大概就是這些資訊而已 OK嗎 一般不太會有什麼很難的地方 跟我們登記比較有關的 其實就是那個資料管轄單位 跟藤本核發單位 就這樣子而已 好 那往下看第二點 第一行就是那個米字行 標起來的 你們應該沒有意外的話 申請出來應該叫做標示部 對不對 好注意一件事情齁 我們的藤本分三個部 第一部就叫做標示部 第二部叫做所有權部 第三部叫做他向權利部 就這三個段落 OK嗎 原則上成本就是三個段落 啊你可以只請標示部跟所有權部 啊就不用請他向權利部 像我剛才講的 我只在意他所有權人是誰 我就只要看這裡就好 他向權利部的就省錢 OK嗎 好啊標示部是一定會有的 OK嗎 標示部是一定會有的 什麼叫標示部是一定會有的 很簡單 標示是什麼意思 標示的意思就是這個土地的C本資料 你把它想成身分證 懂嗎 標示部就是土地的身分證 OK嗎 所以像你看想想看你的身分證上面會寫什麼 出生日期 老爸老媽是誰 欸 欸不會寫老爸老媽是誰 會寫配偶是誰 對吧 啊然後會寫這個 這個戶籍地址在哪裡 對不對 好 土地的標示部或建物標示部也一樣 第一行 登記日期 這個登記日期是什麼意思 這個登記日期是指說 這個身分證是在哪一天確定的 就下面這些資訊是在哪一天確定的 OK嗎 比如說像我這裡 登記日期是民國90年2月5號 所以它是什麼時候確定的 90年2月5號 那現在是哪一年 111年 過了21年 你覺得這個身分證可信嗎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對不對 對吧 所以你有沒有想過就是 你看你的身分證上面的照片啊 對不對 好你越看越像照片嘛對不對 就騙人的騙 對啊 一樣的邏輯啊 人會老啊 房子不會變 你會覺得土地都不會動 房子都不會動 對吧 所以這個地方最麻煩的點 就是那個標示部裡面的字 裡面的文字裡面的敘述 其實很多是有問題的 很多是有問題的 來 登記日期就是告訴你 這身分證什麼時候錯的 什麼時候做的 OK嗎 什麼時候做的 OK嗎 那個時候的資訊就是長這樣子 啊你說它會更新嗎 不會 它如果有更新 它身分證就會重做嘛 對不對 那標示登記日期就會重改 就這樣 懂嗎 好不好齁 來 右邊第二點叫登記原因對不對 OK 登記原因記得一件事情 我個人蠻建議你去 宅一個東西的 我不知道你們小六法裡面有沒有 應該是沒有 我寫在這裡 有興趣可以自己上網查 我都蠻建議你看這個東西 叫做登記原因標準用語 有興趣可以自己上網看一下 或載下來印出來也都可以 那沒幾頁 登記原因標準用語 這是一個行政命令 這是一個行政命令 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 啊它的 它是幹嘛的呢 它的意思就是告訴你說 欸 比如說像我這邊 你們的登記原因 比如說像我這邊登記原因是合併 這邊登記原因是合併 那你們的可能 如果是土地的話 可能是地級圖重測 可能是什麼 標示變更 不管 只要 你在這裡看到登記原因的 你就上這個表去查 它就會告訴你 比如說 這裡寫合併 它就會告訴你合併是什麼意思 OK嗎 它那邊寫地級圖重測 它就會告訴你地級圖重測是什麼意思 就這樣 所以 登記原因標準用語就是什麼 就是名詞解釋 啊我很建議各位去看一下 OK嗎 很建議各位去看一下 為什麼 因為它其實很多的名詞解釋 跟我們後面要背的東西一樣 OK嗎 跟我們後面要背的東西是一樣的 OK嗎 叫做登記原因標準用語 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 登記原因 那我這裡是合併 那你們可能是 可能是分割 可能是重測 地級圖重測 OK嗎 所以這個東西可以給各位參考一下 這是登記原因 它是因為什麼原因做出來的 所以像我這一個 它的340D 它要告訴你說登記原因是合併 所以表示 表示這塊地是怎麼來的 這塊地現在的身份證是什麼 為什麼原因測的 它跟別塊地合併起來 懂嗎 那合併起來是不是會有新的面積 對不對 所以既然那個時候有合併 所以那個時候會有新的面積 所以在民國90年的時候發生合併 併起來之後 你現在看到的面積 是當時合併加起來的面積 有沒有問題 OK嗎 好不好 再來第二欄叫做面積對吧 面積多少平方公尺 這不用我教吧 那我要教一個點 來 你們看一下你們的面積 比如說像我這裡 我這邊寫980.00 有沒有人跟我一樣 墨兩位 是00的 有對不對 齁 應該有啦 理論上應該有同學的藤本 跟我長的是一樣的 建物的不會 土地的才會 OK嗎 齁 你如果是土地的齁 墨兩位是00的 你想想看一個問題 哪一塊土地 這麼剛好 就這麼準 我媽測完 是整數位 哪一塊土地 答案是什麼 答案是沒有 聽得懂嗎 嘿 意思是什麼齁 不是寫錯啦 先別那麼緊張啦 好 如果同學你們調自己家的藤本 這時候聽起來就 這老師說我家的面積不一樣 不要不要不要那麼緊張齁 我的意思是說什麼齁 980.00齁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告訴你 這個藤本 他只保障 你的位數精確到幾位 小數點各位 小數點前一位就是個位數 聽得懂嗎 OK嗎 啊為什麼會有這個原因齁 我補充說明一下 因為這裡的測量 是才圖解法測量 OK嗎 我們測量有分兩種做法 一種叫做圖解法 一種叫做數值法 你們可以看那個 那個目錄 目錄裡面的那兩個名字 如果你想看名字的話 圖解法跟這個 跟那個數值法測量 就是我跟你們講 不用看的那兩張 如果各位還記得的話 我上次不是跟你們講說 那個第一 第二跟重點二跟重點三 不用看嗎 對不對 重點一跟重點四比較會考 為什麼 因為第二點叫圖解法附帳 第三點叫做數值法附帳 OK嗎 啊什麼叫圖解法 什麼叫負值法 很簡單 圖解法的意思就是 他是依照舊的地極圖說 原有的地極圖說 以圖面的面積來去做轉匯的 講白一點什麼意思 他沒有去現場測 聽得懂嗎 他沒有去現場測 那我問你個問題 沒有去現場測 他就完全依賴什麼 依賴舊有的圖 啊你覺得舊有的圖是對還是錯的 大部分都是 大爵士隊是不是 我這樣跟你們講好了 你知道台灣的地極圖是什麼時候測的嗎 是日時期測的啊 對不對 啊測完的那個圖放在哪裡知道嗎 蛤 放在台北圖書館 當時的台北圖書館 那些很寶貴測出來的圖就放在那邊 香公所啦 區公所啦 或地震事務所要測 要那個圖怎麼辦 很簡單 去拿那個圖出來複製 OK嗎 圓圖保留 Copy新的 給你們查 查破了再去圓圖保 圓圖查出來 聽得懂嗎 好同學 你想說老師為什麼要這麼麻煩 原因很簡單 你想說老師那幹嘛不拿新的圖 就一直畫就好了 為什麼 原因很簡單因為 畫會誤差 對吧 手繪是一定會有誤差的 就算不是手繪好了 你拿印表機 你去印一張紙 上面畫一個圓 印第一次是圓 印第二次 再拿那張印出來的圖 再去印第二次就不會是圓了 聽得懂嗎 因為凡事都有誤差 OK嗎 好不好 阿土地的誤差是要命的 真的是要命的 土地誤差一公分 圖上誤差一公分 實際上可能差十平 聽得懂嗎 所以齁 日本人測量完最寶貴的那一批圖 全部放在台北圖書館 二戰末期 一顆炸彈全部燒掉 OK嗎 所以我講了那麼多指 意思是什麼 意思就是當初測量的圖 早就不見了 結論就是這個 當初測量的圖 全部早就不見了 阿不見了 奇怪的老師不對阿 阿我們怎麼中華民國政府 還有得測 沒有就是依照當時你們 放在區公所地震事務所的圖 幹嘛 拿來不斷的一直複製 聽得懂嗎 OK嗎 阿你覺得拿舊圖複製會對嗎 不會 而且以前的紙很爛 我不是說現在的紙好 但是以前的紙是真的爛 為什麼真的爛 因為 那個成分阿 不像現在A4紙什麼東西 都有一些比較規範 以前不是 而且以前的保存方式 也沒有現在這麼好 各位去過故宮 他全部都氮氣 就不會有氧化的問題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 那是現在阿 以前沒有以前 那個地索的圖 就是放在外面給你翻嘛 吹冷氣 不要想了啦 吹什麼冷氣 九二九十就壞掉啦 阿壞掉問題來了 阿破掉怎麼辦 問題是你只有那一份圖怎麼辦 對阿就補阿 你就補丁阿 阿補丁完阿真的太破了 就再重畫一張 就描一張懂嗎 阿描會不會描錯 一定會描錯的阿 所以地基圖從民國 這不要講民國啦 那個時候早就去轟掉了 你知道嗎 所以從民國76年開始 我國的政府就有意識到這個問題 因為有太多的土地測量出現狀況 就是 我掉突然的成本 跟他實際的狀況面積都不一樣 那怎麼辦 所以從民國76年開始 不斷的進行重測 不斷的進行重測 你們土地法會上到一堂 應該是地極篇的最前面 會講一個東西叫做地極測量跟地極圖從測 一定會講到這兩個 懂嗎 阿那個其中 我剛才講第二個就是地極圖從測 就是從民國76年開始 我國政府開始全部重新測量 OK嗎 阿測完了沒 還沒 去 106年剛好滿30週年 OK嗎 剛好滿30週年 然後地震局還慶祝喔 慶祝說我國重測30週年 我都在想說這是不是在慶祝自己很沒有效率 對 台灣媽多大 你要測30年測不完 對啊 然後你30年還沒測完 你第一批測的就過期了不是嗎 對啊 你30年還沒測完嘛 對不對 那表示你第一批76年測的 大概跟現在又不一樣了不是嗎 所以你要不斷 永遠不斷的在重測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真的 沒無你喔 所以這個東西我告訴你一件事 就是食物上會有這些問題 OK嗎 食物上會有這些問題 所以你如果看到的是 00的 就是 比如說我這邊是981.00 比如說是這樣 你後面兩位小數是00的 那表示什麼 表示這個圖 你就看一看笑一笑就算了 聽得懂嗎 你現在去測 面積大概不會一樣 懂嗎 OK嗎 這也是為什麼很多 其實你們在做房仲的 你們如果去做土開 為什麼有時候會說 老師房地 房子跟土地不是差不多嗎 不是 為什麼土開他們很多時候 很多是代書底的去做 原因就是因為你要先懂土地 那你要先懂土地 就是你必須先懂藤本 先懂台灣測量的狀況 所以像很多 真正在做土開的 在做建築開發的高手 他們就是第一線做測量人員跑出來的 因為他懂啊 他懂那個邊界到底是在哪裡啊 OK嗎 你不要把他蓋一蓋 蓋房子蓋一蓋 蓋到人家土地上面 那一整條打掉 這實物上是有發生過的耶 OK嗎 你知道老師那個都很久以前的事情 沒有啊 那個淡水 淡水有一件還蠻有名的 叫風靈度 有興趣自己去查 也是一樣啊 整片牆蓋完之後蓋在人家土地上啊 拿死罩的時候發現的 拿死罩的時候發現的啊 那怎麼辦啊 好不好 所以你如果看到面積是點00的 表示你這裡是圖解法的區域 那就很不準 OK嗎 好 你如果看到下面有小數點 兩位都有數字的 有些同學可能是有的 對不對 就是比如說981.56 小數點後面兩位就有數字 那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做數值法重測 原則上 他就有限定測量 原則啊 原則上他就經過限定測量 所以他會比較準 我說的是比較準 不表示一定準 聽得懂嗎 比較準 OK 好不好 所以這個給你參考一下 像我這個是永和的 永和一堆地都沒重測啊 好 永和一大堆地都沒重測 所以我這就是點00的 OK嗎 好 好再來往下看一行 叫使用分區 對不對 對吧 成本下一行 叫使用分區 你如果是建物的話 就不一樣了 建物的標示部的話 你們的第一行 會是登記日期 然後再來就是登記原因 然後再來就是建物門牌 對吧 如果同學是調建物標示的 因為我這邊剛好兩張都有了 建物的門牌 然後再來就是建物座落地號 但是土地就不一樣了 土地的部分呢 再往下一行 就是使用分區跟使用地類別 使用分區跟使用地類別 你們可以上網看 上網查都會查到土地的成本 沒關係 好不好 大家記得一件事情 這裡的使用分區跟使用地類別 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我們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裡面的規定 簡稱區域計畫法 區域計畫法裡面的管制 那身為地震室你們的考試範圍是不包含區域計畫法的 OK嗎 是不包含區域計畫法 也不包含都市計畫法 OK 所以我不教 可以嗎 可以你個大頭 你有沒有放過我才怪 來 注意 只要使用分區跟使用地類別寫空白的 就表示他在都市土地 你們先這樣記就好了 只要使用分區跟使用地類別寫空白的 任何一格寫空白的 就表示他在都市土地 OK 那請問一下他在都市土地怎麼辦 很簡單 你拿這個地號去都發局 輸入 他會告訴你他的分區大概是什麼 關鍵字是大概 為什麼是大概知道嗎 因為你地級圖就是錯的嘛 聽得懂嗎 啊你覺得地級圖是錯的 都市計畫圖跌得上去嗎 一定跌不上去的嘛 OK嗎 好不好 那既然都跌不上去了 所以他只敢跟你說大概 聽得懂嗎 好啊所以你可能六個月前去掉 他可能告訴你說是住宅區 六個月之後去掉 他可能變成道路用地 OK嗎 你不要覺得這種事不會發生 新北市已經好幾件了 OK嗎 好不好 啊然後最屌的是 請說 是 喔對啊 來你查出來 然後他底下會告訴你寫一句話 本查詢 僅供參考 OK嗎 而且你不要覺得老師 網站上寫僅供參考很正常對不對 好來你去台北市都市發展局 請一張叫做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 台北市都發局發的證明書 夠有效力了吧 對不對 底下還是寫一句話 本分區使用證明書 僅供參考 什麼政府發的跟你講僅供參考 我都不知道參考什麼 OK嗎 好不好 原因很簡單 現在已經告訴你了 我國在管土地或建物產權 用哪一個圖縮為準 用地震的系統為準 我們產權是認這個嘛 公司力公信力推定力都是用這個去講 對不對 所以同學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登記 產權 是以地震的系統為準 都市計畫是用都市計畫的系統為準 你覺得這兩個系統疊得起來 我投給你 聽得懂嗎 就是疊不起來 OK嗎 好不好 所以同學 你現在查到的使用分區 他不會跟你做保 OK嗎 他不會跟你做保 上法院他也跟你講 我有跟你講僅供參考 你要心怪誰 OK嗎 目前有好幾個判決 就是 使用分區證明書 調出來 六個月前跟六個月後不一樣 之前有個房仲就是這樣 我賣你一間房子 然後那個什麼 那個 不是要做不動產說明書嗎 你們叫產掉啦 產掉說明書 不動產說明書都行 後面有一些比較認真的會付什麼 會付分區使用證明 會付分區使用證明 那比如說這樣子 這間房子 我是屋主 然後賣掉的時候 他覺得 我賣太便宜了 所以他幹嘛 他找個投資客吃掉 食物商很常這樣做嘛 對不對 找個投資客自己認識的 把它買掉 買完之後呢 分區證明書他也都請 都照規矩 我也要演戲 演整套 分區證明書請出來 住宅區沒有問題 來過戶 過戶之後 投資客嘛對不對 所以投資客那時候 買完之後幹嘛 就室內裝潢 弄一弄 大概花了兩三百萬弄掉 逃房地合一稅 買買發票之類的 OK 細節我們就先不談了 大概三個月 四個月之後 六個月 大概六個月 整整那個弄半年 我記得那個弄半年左右 半年之後呢 投資客把它賣掉 OK嗎 這次的買方就是真的 對不對 來 比如說就大哥 那同學 半年 這個房仲想說不行 我演戲要演整套 所以他慘掉說明書重做 夠認真吧 不算說明書重做 夠認真吧 連包含什麼 分區使用證明都重請 好分區使用證明都重請 像台北市分區使用證明書 有效期限是四個月 六個月過了嘛 對不對 請 請下來 部分住宅區 部分道路用地 怎麼辦 拿舊的 他都請出來了 都有證據了 怎麼辦 買方看到 欸 你賣我的房子 透天錯 所以現在是告訴我說 有一部分幹嘛 有一部分壓在馬路上嗎 那是不是產權有爭議啊 對吧 OK吧 阿怎麼辦 你拿舊的給他 沒有啦 我六個月以前請住宅 阿你現在四個月 六個月以後請是部分住宅 部分道路阿是怎樣 要不要處理 你房仲會處理嗎 不會阿 就不會阿 阿後來怎麼辦 後來就上馬院阿 後來就上馬院阿 對不對 阿就部分住宅部分道路用地 怎麼辦 沒怎麼辦阿 六個月前跟六個月後 土地會變阿 阿不能理解是不是 而且你 我覺得他有時候都會被 不動產這三個字綁死 不動產不動產 真的不會動阿 不動產不動產 真的不會動阿 你覺得不動產真的不會動嗎 玉山每年長高0.6公分 你覺得你家都不會動 前幾天不是發生地震 你家都不會動 土地都不會變大 地極都不會移動 你如果這麼天真 那真的是太誇張了 台灣是板塊交界帶 對不對 好不好 冰島 這個板塊交界帶 每年土國土面積都在長大 你知道有多少人很羨慕他嗎 對啊 問題來了 土地真的不會動阿 當然會動阿 聽得懂嗎 當然會動阿 地球每年都不長不一樣 你知道嗎 地球的那個橢圓形的球狀體 是每年不同的喔 所以現在比較準的喔 各位要知道 你知道老師 地球球狀體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有關係阿 你在飛航的時候就有差阿 對不對 我們今天走路大概不會感受到阿 對不對 可是飛航的時候就有差 因為他的座標只要偏一點 就可能偏10萬8千里阿 所以他們都會去計算說 每年每年 地球的球體的差異 去微調他的飛航的路線阿 為什麼 原因就是這個阿 懂嗎 所以東西你不要再告訴我說 不動產都不會動了 對不對 不動產是會動的 對吧 不動產會動阿 你要怎麼解決 阿你說老師我做中介的 我要懂這個要麻 東西的成物也一樣會有啦 前幾天還遇到一個案件 賣賣 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